他不上给我 让他不打他 笑错了 笑错了 我只拿手机脑对不起 我真是 断了 走啦 走啦 下班嘛 我跟我朋友进了商场 然后我朋友就走走走就停那了 忽然他就有人拿手机碰了我一下 他就给我指了一下 他就看见一个老头 他疫情了 他紧张到疫情 他上那个店就下来特别滑稽 我们就越想越不悔 然后朋友说不行我得看看 我看看他那个手机里他没拍我 那我就跟着他 我们俩就一块上去了 他要手机他不给 我们开始是好好说的 说我去看看你手机 就如果误会了的话 我跟你说的对不起 就是如果说有我们的视频的话 那这个就另一个是事情了 结果他就说死了 不给我们手机 要逃跑 我跟我朋友 我们两个女的就抓不住他 跑到消耗通道 然后我朋友是一手抓领子 一手打电话抱 打的110 我看到了 他拍到了我朋友圈子底下 拍得清清楚楚的 而且他的手机里 不管有我朋友一个人的视频 有很多受害者的视频 有在超超市拍的 还有在地铁站 还有公交上拍的 你把他抓出来了吗 我们当时怕他跑 我们不想让自己的 一次视频流露出去 他当着我们面 把那个视频就给删了 他觉得心里稳当了 跟着我们就到商场里了 然后商场保安和警察就来了 感觉抓入一个变态 什么他在花海边 是别的机条性的 我们倒都结完婚 生完孩子了 对我们倒没有什么影响 其实是小女孩 给人造成一辈子的心理阴影 我们也让他在这边